- 出了老师的这个机器的聊聊来讲出到手机的这个温度 - 一个那一段时间手机的形体慢慢来完成 - 前提什么样的金刚好好 - 二世安平一间银饰业者所推出来的手机课典 - 让他自己当手机的面穿的带来做到体验 - 我喜欢目前这个敲击这个动作 -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敲出来的纹路都不一样 - 就是各有各个特色 - 对精工蛮有兴趣的 - 然后就很想体验看他自己做的戒指 - 还蛮好上手的 还感觉蛮有趣的 - 做因为很特别就是自己做的 - 然后而且做出来的东西是外面不会有的 - 保折主宝企业的这个银饰金工品牌叫做银链 - 为了让消费者可以买到自己的心目中有纪念性的这个东西 - 到当前就推出了这项手机的体验课程 - 让面相会让大家做到第二部的纪念片 - 象征爱情 - 每个人彼此都会有一些特殊连结的对象 - 那我们提供这样子的手作体验 - 让我们的客人可以做出来 - 可以参与到我们借质的制作过程 - 手作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 - 所以它有别于我们现成办事 - 它是可能可以复制时隔100为止 - 那我们手作出来就算是同样的款式 - 它一样也都是无一无二 - 而营典的中博就会在岸边岸边岸边楼上 - 所以在那边传到很多技术家 - 和科兴学生来制作的学来生 - 许幸福老师所雕刻的辅来师 - 这是我们的招财师 - 来摸摸他的耳朵 - 摸摸他的鼻子来招财一下 - 那他有正煞辟邪的招财 - 那我们有做六大建师 - 如果你要爱情 - 那如果你要文昌 - 要考学业的 - 要健康的 - 然后要防小人的 - 那你都可以来参访一下 - 看一下我们的建师的品牌 - 以为了中手作的触味和温度 - 提供给大家一个人知道 - 营典特别的家父母 - 莫莎邮庭饭店 - 在五岐空冬港 - 正在饭店三楼 - 古板一年有100人的求责 - 华东 - 其他营练也希望 - 对着求责 - 肯定有兴趣的民众 - 得到来报名参加 - 南天新闻答应 - 下达南菜方报道